第35章 猪了吧 金了吧 耶稣才过了繁忙的一天 这一天 他在加利利海边讲了最初的几个比喻 又用熟悉的实力 向众人解释他国度的性质和建立的方式 他曾把自己的工作 比作撒种之人的工作 把天国的发展比作芥菜种的生长 和教母在面团中所发生的作用 他又用拜子和撒网的比喻 来描写艺人和恶人最后的分别 他教训中的真理非常宝贵 以由隐藏的财宝和重价的珍珠粮比喻中说明出来 他又在家主的比喻中 教导门徒应当如何做他的代表 为他效力 耶稣整天讲道医病 到了傍晚 众人仍然围着他 他天天这样为他们服务 难得为自己留下吃饭和休息的时间 法利塞人不断地用恶意的批评和武蔑来纠缠他 使他的工作格外艰苦 如今已经日暮 耶稣实在疲惫不堪 就决意到湖的对岸 找个僻静的去处休息一下 哥尼撒落的宗案不是无人居住的 因为盐湖各处都有村镇 但与西岸相比就显得荒凉冷落多了 那里的居民中 犹太人少而一帮人多 与加利利地少有来往 这正是耶稣所要找的僻静之处 于是他叫门徒们陪他同去 耶稣遣散众人之后 门徒就请了进仓 急忙开船 然而他们并不能单独开行 因为近岸还有别的渔船 许多跟着耶稣的人就上了这些船 仍然热切地要见他 听了讲论 这时候救助才摆脱了众人的拥挤 因为过意疲乏饥饿 就在船尾上很快地躺下睡着了 那天晚上 本来是天朗气氢 波平如镜的 不料忽然乌云四河 狂风自山谷中 沿湖东略来 猛烈的暴风吹向湖面 那时太阳早已落山 黑夜笼罩在怒涛翻层的海上 那被狂风激起的怒涛 猛烈地冲击着门徒的船只 又将船吞下之势 那些强壮的渔夫们 从小就在湖上度日 经过多少次的风浪 常安全地驾驶着他们的船只 可是如今 他们实在既穷利尽了 他们在暴风的控制之下 毫无办法 眼看着船里的水渐渐多起来 就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 他们只顾救自己的命 竟忘了耶稣还在船上 现在自己的奴隶 既一筹莫展生命岌岌可危 他们才想起是谁吩咐他们开船过海的 他们唯一的希望乃是耶稣 他们在无缘绝望之时呼叫说 夫子 夫子 但是 深沉的黑暗 使他们看不见耶稣 暴风的呼啸淹没了他们的声音 他们也没有听见什么回答 一句交集 耶稣已丢弃了他们吗 那曾制服疾病和鬼魔 连死亡也能战胜了主 现在竟不能救自己的门徒吗 他在他们遭难时竟不顾他们吗 他们在呼叫耶稣 但除了狂风的怒吼 没有听见别的回答 他们的船已开始下沉 眼看再过片刻 他们就必惨遭灭顶了 忽然 一道电光透过黑暗 他们看见耶稣安然地睡在那里 并没有被风浪的翻腾所惊动 他们惊奇而绝望地喊着说 夫子 我们丧命 你不顾吗 他们遭遇危险 以死亡挣扎时 他怎么睡得这样香甜呢 门徒的呼叫把耶稣喊醒了 闪电的光照着耶稣 他们看见他脸上有天上来的平安 从他的目光中 他们看出那望我而亲切的爱 于是他们的内心转向他 并呼求他说 主啊 救我们 我们丧命了 从来没有一个人发出这样的呼求 而不蒙垂听的 正当门徒拿着卤 预备做最后奴隶的时候 耶稣起来了 他站在门徒中间 那时暴风未熄 怒涛仍不住地向他们袭来 闪电照亮他的面容 他举起了那只长行善事的手 并对汹涌了海浪说 住了吧 静了吧 狂风止息了 波浪也平静了 黑云被卷起来 一颗颗的心耳 一闪一闪的涉浆出来 小船在平静的海面上 荡漾自若 于是耶稣转过身来 悠悠愁愁地对门徒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没有信心吗 门徒默不作声 连彼得也没有敢发表心中的惊恶 那些跟着耶稣的船 也曾遭遇到与门徒同样的危险 船上的人也曾大大惊慌失望 但耶稣的命令 使动荡变为宁静 暴风和怒涛曾把船只拘拢在一起 大家都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 在暴风之后的宁静中 方才的惧怕 他们都忘记了 众人彼此低声细语地问道 这人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耶稣被唤醒过来 应付暴风时 他心中是十分平安的 他在言语和态度上 毫无惧怕地表示 因为他心里根本不知道惧怕 但是他的把握 并不在乎自己具有全能的力量 也不是因自己是天地海的主而镇静 这个权柄 他已经放下了 他说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他所依仗的乃是父的全能 他依赖信心 信上帝的慈爱和眷顾 那平静风浪之化的能力 乃是上帝的能力 耶稣怎样因信 依靠天父的保护 我们也当怎样依赖救主的眷顾 如果门徒依靠他 他们就可以蒙保守得平安 他们在危险中的惧怕 显明他们的不幸 他们努力想救自己的时候 就把耶稣忘掉了 而且唯有在依靠自己到了绝望的地步 而转向耶稣时 他才能帮助他们 我们不是也常有门徒这样的经历吗 当试探的暴风刮来 强烈的闪电射着 汹涌的浪涛漫过我们时 我们竟独自挣扎 忘记有一位能帮助我们的主 我们常靠自己的力量 直到希望断绝九死一生的地步 那时我们才想起耶稣 虽然如此 只要我们求他答救 我们的呼求总不至于突然 他虽然很忧伤地责备我们的不幸和自恃 但总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帮助 无论在地上或在海上 若有救主在我们心里 我们就不必惧怕 我们对救赎主若有活泼的信心 这信心就能使人生的苦海风平浪静 并照着主所认为最妙的方法 救我们脱离危险 救主平静风浪的神迹 还有另一个属灵的教训 经上说 恶人好像翻腾的海 不得平静 我的上帝说 恶人必不得平安 每一个人的经验都证实了这句话的真理 罪已经破坏了我们的平安 我们若不将自己制服 就得不到平安 我们心里猖狂的情欲 不是人的力量所能管束的 我们对他毫无办法 正如门徒不能平息怒吼的暴风一样 但是那用一句话平静加利利海的主 已经向每一个心灵发出赐平安的话 不管暴风多么凶猛 凡向耶稣呼求 主啊 救我们的人 闭蒙拯救 他的使人与上帝和好的恩典 必平静情欲的冲动 人的心灵就在他的爱中安息了 他是狂风止息 波浪就平静 风息浪静 他们便喜欢 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 我们既因信诚意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上帝和好 公义的果效 必是平安 公义的效宴 必是平稳 直到永远 救主和他的同伴们 一早靠了岸 清晨的曙光 普照在海面和田地里 如同给人带来了平安的福慧 但一会儿 他们一上岸 就看见着比海里风浪 更可怕的景象 两个疯子从坟场里藏身的地方 向他们冲来 好像要把他们撕得稀烂似的 这两个疯子 带着他们逃脱捆锁石 所证断了的铁链 他们曾用缝利的石头割破自己 身上宣泄淋淋 从他们纠结的长发下面 瞪着两个眼睛 人的模样 似乎以为附在他们身上的鬼 完全消磨 他们的样子 简直是尽于禽兽了 门徒和同行的人 大大惊慌 转身逃跑 但不久 他们发觉耶稣没有和他们一起走 就来找他 耶稣仍站在原来的地方 那曾平静风浪 又曾亲自与撒旦交锋 而战胜的主 并不会在这些鬼魔面前逃跑 当那两个张牙五爪 口吐白沫的疯子 来到他面前时 耶稣举起那只平静风浪的手 他们就不敢越过雷池一步 只得站在他面前咆哮怒吼 图换奈何而已 耶稣用权柄吩咐误鬼 从疯子身上出来时 他的话 深入了这两个可怜人的黑暗心中 他们在朦胧中 似乎觉得身边有一位 能救他们脱离残害他们的鬼魔 于是他们跪在救主的脚前 拜他 但当他们要开口求他怜悯之时 乌鬼就借着他们的口 大声呼叫说 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他回答说 我名叫群 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乌鬼利用所付的人为媒介 要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开那地 在附近山坡上 有一群猪在吃食 鬼要求耶稣让他们进入猪群里去 耶稣就准了他们 那群猪立刻惊了 闯下山崖 留不住踢脚 都投在海里淹死了 同时 那曾被鬼附着的人身上起了神奇的变化 有光射入他们的心 他们的眼中陷入理性的目光 那久已变成撒旦形象的面目 忽然变为温信 他们血迹斑斑的手 也静止下来 而且用欢乐的声音 来送到上帝拯救了他们 放诸的人 从山崖上目睹了这一切 于是急忙去将这事报告给他们的主人和其他的人 那一带地方的居民 存着惊奇和惧怕的心 都蜂拥地来见耶稣 那两个被鬼附着的人 本来是当地的大患 他们所在的地方 没有人能安全地经过 因为他们常以鬼模式地谈报 袭击过往的人 现在这两个人已经穿上衣服 恢复得理智的常态 坐在耶稣脚前 并听了讲论 并送赞治好他们的主 可是当地的民众 见得着神庙的骑士 并没有表示庆幸 他们对于猪群的损失 反看的比两个人 从撒旦手里得蒙拯救 更为重要 耶稣让猪群的主人遭受损失 原是为连续他们 他们专顾地上的事 而不顾属灵生活的利益 耶稣要唤醒他们自私的麻木的瞑目 使他们可以领受他的恩典 不料 他们却因痛惜物质上的损失 心中悲愤 竟瞎了眼睛 看不出救主的慈爱 救主所显示的超自然的能力 反引起民众的迷信 并恐惧的心情 他们唯恐这个陌生客人来了 或许还有别的灾祸要来 他们怕再受经济上的损失 就决意不要耶稣留在那里 那些与耶稣一同渡海的人 把昨夜所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们 说他们如何在风暴中险遭莫顶 以及耶稣如何平静风浪 但他们的话并不发生效力 众人惊慌地围着耶稣 苦苦求他离开他们 耶稣答应他们的要求 就立刻上船往对岸去了 格拉森的居民 一有基督的能力和慈爱的话证 摆在面前 他们已经看见了两个恢复了理事的人 只是因为恐怕危及自己属世的利益 竟不惜把那在他们眼前 驱逐黑暗之君的主 看成一个打扰他们的人 于是天上的恩赐被他们关在门外了 我们虽然不像格拉森人一样 拒绝基督本人 但还有不少的人不愿意顺从他的话 因为顺从总不免令他们牺牲一些属世的利益 许多人恐怕耶稣会使他们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就拒绝他的恩典 并使圣灵离开他们了 但那两个被治好了的疯子 态度就不同了 他们唯愿于救他们的主藏在一起 他们在救主身边就不怕那些残害他们 使他们丧失人性的鬼魔了 耶稣这要上船之时 他们紧紧地靠近他 跪在他的脚前 求他准他们跟随着他 以便能常听他的教训 但耶稣却吩咐他们回家 把主为他们所做的大事告诉别人 这就是他们所应做的工作 回去向不信上帝的人传讲自己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恩典 要他们离开救主是不容易的 回去与不信主的相邻同处一定有很大的困难 况且他们久于社会隔绝 似乎没有资格去担任耶稣所指定的工作 但耶稣一指出他们的本分 他们就情愿服从 他们不但向自己的邻居传讲耶稣 而且走遍迪加玻璃全地到处宣扬了拯救的大能 述说他如何救他们脱离的鬼魔 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就可以得到一种经验 比当为自己的利益而留在耶稣跟前更为有福 因为传扬救恩的佳音就能使我们更接近救助 这两个被治好了的疯子 是耶稣最先拆到迪加玻璃一带传扬福音的人 他们只有片时的机会听基督的教训 并且从来没有听过他整篇的讲论 他们不能像那些天天与基督同在的门徒一样教导众人 然而在他们自己身上 有的足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的凭据 他们可以把所知道的讲出来 就是自己对于基督的全能所看见的 所听见的和所经历的告诉别人 这是每一位凡心中受神感动的人所能做的 蒙埃的门徒约翰说 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 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我们为基督做见证 就要把所知道的讲出来 就是自己所看见所听见和所经历的 如果我们步步跟着耶稣 就必能透彻的深入的讲述上帝引领我们的经验 我们可以说明自己曾如何试验过他的应许 并发现他的应许是可靠的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所知道的见证基督的恩典 这正是我们的主所要的见证 而且正因缺少这种见证 所以世人就将要丧亡了 格拉森人虽然没有接待耶稣 耶稣却没有任凭他们留在自己所选择的黑暗里 他们求耶稣离开他们时 还没有听过他的教训 他们所拒绝的自己并不知道 所以他拆下他们所不至于拒绝的人 将真光传给他们 撒旦是猪群淹死 存心就是要使众人离开救主 并阻止福音在那一带传开 然而这件事 反轰动了全地的人 注意基督是任何其他事件所不能做到的 救主本人虽然离开了 他所治好的人却仍留在那里 见证他的大能 那两个曾做黑暗之军工具的人 反成了传播真光的媒介 上帝儿子的使者 众人听了这奇妙的消息 无不惊奇 从此福音的门户就在那一带地方打开了 即使耶稣回到迪加坡利时 众人就蜂拥而来 他们不但来自一个村镇 还有成千的人是从各乡各处聚集来的 一连三天进行救恩的信息 可见连鬼魔的权势也在我们救主的控制之下 而且恶势力的作为也受到管束 而为善事效力 在遇见格拉森被鬼覆着的人 这件事上 对门徒有一个教训 这是足以表明 撒旦要把全人类陷害到何等悲惨的地步 同时也说明基督救人脱离撒旦全世的使命 那两个可怜的人住在坟墓里被鬼魔覆着 受着放荡无稽的情欲和可憎的嗜好所束缚 说明人类受撒旦管辖必有的结果 撒旦不断地在人身上适用他的势力 要使他们的心神错乱 牵制他们的思想 去向邪恶 鼓动人行凶犯法 他摧残人的身体 蒙蔽人的理智 腐化人的灵性 人每次拒绝救主的呼召 就是向撒旦投降了 今日有无数的人们 在家庭中 在业务上 甚至在教会里都在走着这一步 而且正因这缘故 凶暴和犯法的事就冲斥了大地 道德上的黑暗 像死亡的黑影一样 笼罩了世上的众生 撒旦用他狡猾的试探 引诱人走向罪恶 越入越深 结果一败涂地 不可收拾 但与耶稣同在 乃是抵挡撒旦势力的唯一保证 在世人和天使面前 已经显明撒旦是人类的死敌 和毁灭者 也已经显明基督是人类的良友和拯救者 基督的灵 必能在人心中培养高尚的人格 端庄的品性 他必造就人 使我们在身体 心灵和精神各方面 都能荣耀上帝 因为上帝赐给我们 不是胆气的心 那是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 他召我们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品格 又招我们 想法的儿子的模样 如今有许多曾经堕落成为撒旦工具的人 已经靠着基督的全能 变成公义的使者 由上帝的儿子拆派出去 述说 主为你所做的 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第三十六章 信心的抚摸 耶稣从哥拉森回到加利利海西岸 看见有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等着接他 他们一见他到了 就很快乐的来欢迎 他在海边停了一些时候 教训人 医治人 随后到另一位马太的家里 与税吏们一同做席用饭 管会堂的雅鲁就在那里找到了他 这位犹太人的长老带着很大的痛苦来见耶稣 俯伏在他脚前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 使他痊愈得以活了 耶稣历时跟管会堂的往他家里去 门徒虽然见过耶稣多次向人施怜悯 但这次见他答应那位傲慢的拉比的要求 倒不免觉得诧异 然而他们还是跟着他们的夫子 众人也都热切的瞧望的跟在后面 广会堂的家乡离不远 但因为众人四面挤着他 所以基督和同行的人走得很慢 路上的耽搁 使那个放心不下的父亲非常着急 但耶稣因为怜悯人 就时时停下来 解救这一个受苦的人 安慰那一个伤心的人 他们还在路上 有一个送信的人从仁丛中挤过来 对亚鲁说 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可以不必再劳动夫子了 耶稣听见就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此时亚鲁更贴近的救主 他们一同赶到他家里去 那些故来豪哭和吹笛的人 已在那里举哀 锅造飞堂 那种拥挤草的场合 吵得耶稣烦躁不安 他想叫他们安静 说 为什么乱嚷哭泣呢 孩子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那些人听见一个陌生人 对他们这样讲 心中愤愤不平 他们明明看见孩子死了 所以他们就吃笑耶稣 但耶稣吩咐他们都出去 自己同着孩子的父母和彼得 雅各 约翰三个门徒 进了停放尸体的内室 耶稣走到床边 拉着孩子的手 用那家中常用的话 轻轻地说 闺女 我吩咐你起来 那毫无知觉的尸体 立时颤动一下 生命的脉搏 重新跳动起来了 他嘴唇 张开缝儿 微微一笑 睁开了眼睛 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 惊奇地看着四围的人 他起来了 他的父母双手 把他抱住 欢喜的热泪 都流出来了 在耶稣 还没有走到雅鲁家里的时候 他在路上的人群里 遇见一个可怜的妇人 他患病已有十二年之久 这个病痛 使他的生活苦不胜严 他所有的钱 都在炎衣服药上耗尽了 结果只听医生说 他的病是无药可救的 但是他听说基督医病的事 他的希望又重新振作起来了 他确信只要到他面前 就必痊愈 他在软弱痛苦中 挣扎着来到耶稣教训人的海边 想要挤进人群去 但哪里能呢 耶稣从另一位马太家里出来 他又跟在后面 但总不能接近耶稣 正在他绝望的时候 耶稣从人群中过来 走近了他 这可是他千金难买的机会 他已在那大一世面前了 但在那种杂乱的场合中 他无法对耶稣讲话 况且他只能在耶稣走过时 瞥见他的模样 他唯恐失去这唯一得帮助的机会 就急忙赶上去 心里说 我只摸他的衣裳 就必痊愈 正在耶稣经过时 他伸出手来 紧紧摸到耶稣的衣裳碎子 但当时他就知道自己已经痊愈了 他一生的信心 都集中在这一次摸主的事上 他的痛苦和软弱立刻消失了 带着一完全的健康和充沛的精力 于是妇人存着感激的心 想从人群中悄悄地退去 但耶稣忽然立定 众人也都随着停下来 他转过身来 向周围望了一下 用一种压到群众喧哗的声音问道 摸我的是谁 众人不胜诧异 在那仁如潮涌 比肩接触的情形之下 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问题 当时信着口快的彼得说 夫子 众人庸庸挤挤的紧靠着你 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 耶稣说 总有人摸我 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救主能从群众不经意的拥挤中 分别出信心的抚摸来 这样的信心不应当轻轻地放过 而不予以吭许 他要对那卑微的妇人 说一些安慰的话 做得喜乐的泉源 这些话直到末时 都会是后世信徒蒙福的 耶稣忘了那妇人 一定要知道摸她的是谁 妇人知道无法隐瞒 只得战战兢兢地前来 俯伏在救主脚前 她一面流着感激的泪 一面述说她患病 以及得痊愈的经过 耶稣温和地对她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 耶稣不让人有机会 散入迷信的谣言 说 但是摸耶稣的衣裳 就有治病的效能 夫人之所以能得医治 并不在乎表面的一摸 乃是在乎她的抓住 耶稣神能的信心 挤在基督身旁的群众 并没有感受什么能力 但是那患病的妇人 伸手摸她 并相信毕得痊愈 就感受了那医治的能力 在属灵的世上 也是如此 随随便便地谈论宗教 毫无心灵饥渴 和非活泼信心的祈祷 都是没有效力的 名义上相信基督 只单单承认她 为世人的救主 永不能使心灵得医治 使人得救的信心 不仅是理智上的赞同真理而已 人若要先获得完全的知识 而后才肯相信 就不能领受上帝的恩典 仅仅相信关于基督的事迹 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信靠基督本身 为于我们有益的信心 乃是接受基督为个人的救主 并能以他的功劳 归为己有的信心 有许多人以为信心是一种观念 其实救人的信心 乃是一种交易 凡接受基督的人 就借着所立的约 与上帝联合起来 真正的信心就是生命 活泼的信心 意味着能力的增强 和坚勻的依靠 人的心灵借此就能成为 至圣一切的力量 耶稣医好了妇人之后 让他承认所领受的恩惠 福音所提供的恩赐 不是要暗暗取得或私下享受的 所以上帝叫我们承认他的人德 耶和华说 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也是上帝 我们承认基督的信实 乃是上天向世人彰显基督的善好方法 我们固然要承认 那借着古代圣贤所说明的上帝的恩典 但是最有效的 却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见证 我们能在自己身上显著有基督能力的运行 就是为上帝做见证了 每一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生活 和基本上各异的经验 上帝要我们带着自己的特点来送赞他 这些宝贵的见证 就是送赞上帝恩典荣耀的见证 再加上基督化的生活 就有一种无可抵御的能力 足以拯救生灵了 当十个长大麻疯的人来向耶稣求医时 他吩咐他们去把身体给祭祀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但内中只有一个人回来归荣耀给他 其余的都各自回去 竟忘记了那治好他们的主 如今有多少人不仍是这样做吗 上帝不断地为世人造福 他时常赐下他的厚恩 他叫病人从身炎痛苦中起来 救人脱离他们所见不到的危险 拆派天使救他们免受灾殃 保护他们不遭黑夜型的瘟疫 和五间灭人的毒病 然而他们的心却未受感动 上帝以赐下天上一切的丰富 来救赎他们 然而他们竟不顾他的大爱 由于忘恩负义 他们就把上帝的恩典关在心门之外 他们必向沙漠的肚宗 不见福乐来到 他们的心灵却要在旷野刚旱之处 把上帝的恩赐实时记在心里 这对我们自己是有益的 因为这样能加强信心来祈祷 使上帝的恩赐便多而又多 我们在从上帝领受不多的恩惠上 所得的鼓励 比我们所能阅读的 别人信心和经验的记载综合起来 还要大些 那响应上帝恩典的心 必向浇灌的园子 他所得的医治 要速速发明 他的光必在黑暗中发现 耶和华的荣耀必在他身上显现 故此我们当纪念上帝的人爱和他丰盛的恩惠 我们当像以色列人那样历史为证 把上帝为我们成就的大事刻在其上 当我们回想到 上帝在我们人生旅程中与我们的往来 我们应当满心感谢地说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他众民面前 向耶和华还我的愿 第37章 第一批传道人 十二使徒是耶稣家里的人 曾陪着他走遍加利利各地 与他同受劳苦 他们常听他的讲论 常与上帝的儿子同行交谈 而且从他每日的教训中 选择怎样为造福人群而奴隶 耶稣为聚集在他周围的人群服务时 他的门徒也在一旁视力 热切地听他的使唤 以减轻他的操作 他们帮助带病人来见救主 也维持秩序 并注意增进大家的舒适 他们留惜那些表示兴趣的听众 向他们解释圣经 并用种种方法谋他们属灵的利益 他们把从耶稣那里所学习的 教训别人 天天获得丰富的经验 然而他们还需要单独工作的经验 需要许多的指导 需要更大的忍耐和温柔 救主趁现在还亲自与他们同在 能指出他们的错误而加以教导和纠正的时候 就派他们出去做他的代表 门徒与耶稣同在时 常为祭祀和法利赛人的教训所困 他们把疑难告诉耶稣 他就向他们将圣经的真理 与法利赛人的遗传 作为明细的比较 于是就加强了他们对圣经的信心 并且大大的消除了 他们惧怕拉比和受遗传约束的心理 在训练门徒时 救助生活的榜样 比任何教义的训会更有效力 当他们与耶稣分离时 他的面容 他的声调 他的教训 一一都浮现在他们脑迹 往往在他们与福音的仇敌斗争时 就重述救助的话 他们并因这些话在众人身上 所起的效用 大大兴奋 耶稣把十二个使徒招来 吩咐他们两个两个的 到各城镇乡村去 没有一个人是单独出去的 都是朋友与朋友作伴 弟兄与弟兄携手 这样 他们就可以彼此帮助 互相勉励 一起磋商 共同祈祷 彼此可以取长不断 后来耶稣又用这方法 拆派七十个人出去 这原是救主的旨意 要是福音的使者 彼此同工 今日我们若能紧跟着 这个榜样型 则传道的工作 必有更大的成效了 门徒所传的信息 与施行约翰和基督自己 所传的相同 天国尽了 关于拿撒的人耶稣 是否是米赛亚的问题 他们尽可以不必与人辩论 只要奉他的名 像他一样广行善事 他吩咐他们医治病人 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风的捷径 把鬼赶出去 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舍去 在耶稣传道的时期内 他医治病人的时间 比讲道还多 他说 他来不是要毁灭 而是要拯救 这句话 从他所行的神迹上 就可以证实了 他的公义 必在他前面行走 耶和华的荣光 必做他的后盾 他无论往什么地方去 前面就传开了 他慈爱的消息 他在那里走过之后 那里受到怜悯的人 就为了恢复健康而欢乐 和试着用他们 所新得来的能力 有许多人围着他们 要听他们述说 上帝在他们身上 所行的事 耶稣的声音 是许多人有生以来 所听见的第一声音 他的名字 是许多人有生以来 所说过的第一话语 他的面貌 是许多人有生以来 所看见的第一面貌 他们怎能不爱耶稣 不赞美颂扬他呢 耶稣经过各城各阵 犹如一道活水一样 到处广布着生命 广布着喜乐 跟从基督的人 要像他一样做工 我们要使饥饿的人得饱足 赤身的人得温暖 痛苦忧伤的人得安慰 我们要为灰心的人服务 在绝望的人心中燃起希望 圣经的应许 也必应验在我们身上 圣经上说 你的公义 必在你前面行 耶和华的荣光 必做你的后盾 在无私的服务上 所显出的基督之爱 其改造恶人的功能 比刀剑或法庭更为有效 为使犯法的人有所畏惧 刑法固属必须 但那有爱心的传道人 所能成就的 却还不止此 人受责罚时 心地往往会变成刚硬 只是遇到基督的爱时 他就会融化的 传道人非但解除人 肉体的病痛 而且能将罪人 领到那位大医师面前 他能竭尽罪人 灵性上的麻风病症 上帝的旨意 是要患病的 不幸的 和被乌鬼所复的人 都可借着他仆人 听见他的声音 他要借着他人间的代表 成为世人 所未曾见过的宝会师 耶稣第一次 差遣门徒出去 叫他们指到 以色列家迷世的羊那里去 因为如果他们这时 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 或撒玛利亚人 他们就必失去在 优太人中间的影响 而且他们若惹起 法利赛人的偏见 势必是自己陷于争论之中 以至他们工作一开始 就要受到挫折 这时连使徒们 也不容易明白 福音是要传给万民的 在他们还不能掌握 这一层真理之前 他们是没有资格 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的 如果优太人肯领受福音 上帝就打算叫他们 做他在外邦人中的使者 所以优太人 有首先听到福音的机会 在基督工作地区的范围之内 到处都有觉悟自己需要 并极可爱慕真理的人 时候已经到了 耶稣慈爱的信息 是要传给这些心中 渴望真理之人的 门徒要到这一切人中 做他的代表 这些信徒就会认他们为 上帝所选派的教师 接着救主离世之后 他们就不至于无人指导了 门徒第一次的行程 是指现于耶稣以前去过 并已结交过朋友的地方 他们为旅行所做的准备 是非常简单的 不允许他们带什么东西 怕转移他们从事伟大工作的精神 或在任何方面引起反对 以至关闭日后工作的门户 他们不可穿当时宗教教师的服装 也不可在穿戴方面 显出自己与一般平常人有所不同 他们不是要进入会堂 召集众人举行公共礼拜 乃是要致力于挨家挨户的拜访 他们不要在无谓的客套上 或挨家的应酬上耗费光阴 但是欲有行为正直 诚心欢迎他们 像款待基督自己一样的人 他们就要接受他们的款待 他们进入这家时 要说以下绝妙的祝词 愿这一家平安 这一家就会因他们的祈祷 他们的赞美歌声 和与全家的读经而蒙福 这些门徒是要做真理的先锋 为他们夫子的来临预备道路 他们所传的信息乃是永生之道 世人的命运 是在乎他们接受或拒绝这道 为了使人深觉这道的严肃性 耶稣就吩咐门徒说 凡不接待你们 不听你们话的人 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 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和俄摩拉所述的 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这时救主的眼光又洞察到将来 他看到在他死后门徒 为他做见证的广大区域 他那先知的眼光 把那仆人的经验 从历代直到他复临 全都一览无遗了 他向门徒指出他们 所必须应付的斗争 并说明作战的性质和计划 他把他们所必要遭遇的危险 和所必须忍受的艰苦都披露在他们面前了 他要他们计算所要付的代价 免得措手不及为仇敌所成 他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他们是要与超自然的势力相争 但也有保证可以得超自然的帮助 天上的株灵都在这支军队里面 而加入这队伍的不仅是天使 还有耶和华军队元帅的代表 圣灵也下来指挥作战 我们的软弱虽多 我们的罪恶与过错虽重 上帝的恩典是赐给凡痛悔求助的人 上帝无所不得的力量 并帮助凡信靠他的人 耶稣说 我拆你们去 如同羊进入狼群 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 训良像鸽子 基督自己从来没有避讳 一句实在的话不说 但说的时候总是凭爱心来说 他与众人结交总是非常机智 能体贴人并有慈祥的态度 他绝不鲁莽从事 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地说一句严厉的话 也从来没有使敏感的人受到无谓的痛苦 他没有责备人因肉体的软弱所犯的错误 但他总是毫无忌惮地痛斥 伪善不信和罪孽 不过当他发出这种严厉的责备时 话语中总是带着悲悯的声调 他原是道路真理生命 但耶路撒冷急不肯接待他 他就为他所爱的城哀哭 他们拒绝了救主 救主却以怜悯的心肠看待他们 为他们伤痛以至于心碎 在他眼中每个人都是宝贵的 他虽然有神圣的威仪 但足以最亲切的关怀 辅救上帝家里的每一个人 他看每个人都是他有责任拯救的失丧者 基督的仆人不可任性行事 他们必须与上帝有密切的交通 免得一受刺激就固态覆盟 以致许多不相仪的话脱口而出 这样的话绝不能像甘露石雨一般 滋润行将枯稿的花木 这乃是撒旦的方法 也正是他所要人做的 发怒的乃是那龙 愤恨和控告所表现的是撒旦的精神 但上帝的仆人应当代表上帝 上帝要他们只用天上通用的货币 这是具有上帝自己的形象和名号的真理 他们所赖以胜过罪恶的力量 必须处于基督 基督的荣耀乃是他们的力量 他们必须注目仰望基督的优美 如此他们便能以神圣的机制和温柔传讲福音 在受刺激时如能保持温良的精神 为真理做最有效的见证 强制任何有力的争辩 那些与真理的仇敌进行斗争的人 所要对付的不仅是人 还有撒旦和他的代表 所以勿要记得救主的话说 我拆你们出去 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让他们依靠在上帝的爱里 虽则深受侮辱 而仍可保持心平气和的精神 上帝必用神圣的盔甲给他们披带 圣灵必敢化他们的心思意念 使他们的话 不致带有豺狼嚎啸的声音 耶稣继续教训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人 他们不可完全信任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 把圣公的计划向他们说明 因为这就是撒旦的使者有机可乘 人的巧计往往与上帝的计划相抵触 防卫上帝建造圣殿的 为要根据上帝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去造 上帝的仆人 如果根据那些不受圣灵引导之人的指示 这就是侮辱上帝 出卖福音 属世的智慧在上帝看来是愚拙的 防靠这种智慧的 必知错误 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工会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 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 逼迫真光 使真光传开 基督的仆人将被带到 世上有权威的人面前 若不是这样 这些人或许就永远听不到福音 况且他们对于真理的认识 是不正确的 因为他们常听人诬告基督门徒的信仰 他们得知真情的唯一方法 就是听取那些为信仰受审问之人的见证 在受审问时 门徒不得不为真理做见证 审判的人也不得不听他们的见证 上帝必要赐恩给他的仆人 来应付当时的急需 耶稣说 到那时候 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 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 乃是你们父的灵 在你们里头说的 当上帝的圣灵光照到仆人的内心时 他们就会彰显出真理的神圣能力 和宝贵来了 那些拒绝真理的人 必起来控告压迫主的门徒 但上帝的子民 无论受什么损失或痛苦 几乎牺牲性命 也必始终表现他们的神圣模范 耶稣的温柔风度 这样 撒旦的使者与基督的代表之间的分别 便昭然若揭 救主在世上的官长和民众面前便被高举起来了 门徒在需要训绕着的勇敢和坚忍之时 上帝才将这种恩典赐给他们 到那时候 救主的应许自然会应验 彼得和约翰在犹太公会前做见证时 众人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圣经记载斯蒂凡做见证时 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 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众人抵挡不住 保罗自称在该撒庭上受审说 我初次申诉 没有人前来帮助 竟都离弃我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 将外邦人都听见 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 基督的仆人 不必预备一套受审问时应用的状词 他们的准备 在乎天天储藏上帝圣言中宝贵的真理 并借着祷告来兼顾自己的信仰 即使他们受审时 圣灵就必使他们想起需要的真理 人若天天切心追求认识上帝和上帝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也就能得着力量和功能了 由于殷勤查考圣经而得的知识 必在适当的时机忽然涌现于心头 但人若疏忽或不熟悉基督的话 没有在考验中亲身经历过的恩典的力量 就不能希望圣灵帮助他们 想起他的话来 他们必须天天全心全意地侍奉上帝 信靠上帝 人对福音的仇恨是那么的毒辣 甚至连人间一切关系的温情也置之度外了 基督的门徒 正要被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出卖 以至于死 耶稣又说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 为有人在到底的必然得救 但在嘱咐他们不要轻易置身于逼迫之下 他自己往往离开一个工作地点到别处去 为要避开那些寻所的命的人 当拿着的人拒绝他 他本乡的人要杀害他的时候 他就往加摆农去 那里的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 他的仆人也该这样 不要因逼迫而灰心 却要另外找一个可以继续救人工作的地方 仆人不能高过主人 天上的君王既被人辱骂为鬼王 别西部 他的门徒也必照样被辱灭 但不论有什么危险 跟从基督的人必须承认自己的信仰 他们当于掩饰畏缩为可耻 不可等到确实承认真理没有危险时 才表明自己的信仰 他们既被立为守望的人 就要把世人的危险处境警告他们 要把从基督那里领受的真理 白白的公开的传给一切的人 耶稣说 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 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 你们耳中所听的 要在房上宣扬出来 耶稣自己从来没有用妥协换取和平 他的心营溢了爱人类的爱情 但他从来不宽重他们的罪 耶稣既为人类的良友 就不能在他们走上自己灭亡的道路时保持坚默 因这些人的生命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他努力要使人忠于他自己 忠于他更高的永久的利益 基督的仆人蒙昭做着同样的工作 他们应当谨慎免得为避免纷争而牺牲真理 他们固然要追求和睦的事 不过真正的和睦绝不是靠牺牲正义来获得的 也从没有人坚持正义而不遭反对 真正属灵的信仰必遭悖逆之子的反对 但是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凡效忠于上帝的人 不必惧怕人的权势或撒旦的仇恨 在基督里 他们的永生是有把握的 他们应当惧怕的是牺牲真理 惧怕辜负上帝对他们的付托 撒旦的工作是使人心中充满疑惧 他令人看上帝是一个严酷的法官 撒旦先引诱人犯罪 然后使他们觉得自己太卑鄙 不配来件天父 不能引起天父的慈怜 主明白了这一切 就向他的门徒保证 上帝是同情他们的需要和弱点的 人的每一声叹息 每一点痛苦 每一件伤心的事 无不打动天父的心弦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住在至高至胜的所在 不是静默的 孤独的 无所适事的 有千千万万的圣天使 势力在他周围 等待着他的差派 他借着我们所不能辨别的媒介 与他所治理的各地区和各部门 保持密切的联系 但是他和整个天庭所最关心的 乃是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 和我们这些的赐下独生子 来拯救的人 上帝在他的宝座上 垂听那些受压迫者的呼求 他对每一个诚心的祈祷回答说 我在这里 他扶起受患难和被蹂躏的人 我们在一切苦难中 他也同受苦难 在我们每一次的试探和考验中 由他面前的使者来施行拯救 就是一个麻雀落在地上 也逃不过天父的注意 撒旦对天父的仇恨 甚至使得赠横救主 所看顾的每一个生物 他设法损害上帝亲手 所创造的妄物 连哑巴的动物 他也喜欢毁灭 飞鸟靠上帝的保护 才唱出悦耳的喜乐的歌声 但连不会唱歌的麻雀 上帝也不会忘记 所以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耶稣继续说 你们在人面前怎样承认我 我在上帝和圣天使面前 也必怎样承认你们 你们要在地上做我的见证 做我恩典流金的河道 好去拯救世人 而我要在天上做你们的代表 天父不看你们有缺陷的品格 只见你们被我完全的品德所折盖 我是天让恩惠传给你们的媒介 每一个和我一同牺牲 承认我的人 将被认为有和熟民 同享荣耀和快乐的资格 凡承认基督的 必须有基督住在他里面 他不能把自己 所没有领受的传给别人 门徒竟可以很流利地宣讲道理 他们也可以背诵基督自己所讲过的话 可是他们若没有基督的温柔和爱心 就不能算是承认他 不管人在口头怎样承认 但若有与基督相反的精神 就是否认基督 说毁谤和愚望的话 以及不真实不仁爱的言语 都是否认基督 人也能因逃避人生的责任 和追求罪恶的享乐而否认基督 效法世界 举动无理 专任己异 自夸正直 心怀疑惑 招惹是非 态度消极 这些都能使我们否认基督 无意宣布 基督不在我们里面 基督说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不认他 救主嘱咐他的门徒 不必希望世界对福音的仇恨 会有消逝的一天 对福音的反对 过一个时期就会停止 他说 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造成斗争的并不是福音 乃是反对福音的结果 一切逼迫之中 对他忍受的乃是家庭里的 意见分歧 以及世上最亲爱的朋友疏远 但是耶稣说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基督仆人的使命是最光荣的 是一种神圣的委托 他说 人接待你们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 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人因着他的名 后代他的门徒 就闭蒙地承认 并加以报上 这应许也包括上帝家庭中 最软弱最卑微的小孩子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 只把一杯凉水 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 那些在信仰和认识基督的世上 做小孩子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这样 就路边结束了他的训话 这门拣选的十二个人 奉了基督的名出去 像他自己一样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一号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得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将他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上帝 悦纳人的喜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